常年關注銀髮族的新竹市議員段孝芳 最近在議會縱直詢上指出 新竹市政府收回了市民活動中心的管轄權 並且統一設置冷氣的遠端管理系統 但這套系統不好用 希望可以改設置投幣式的 民眾要用多少就投多少錢 使用上會辯明許多 那像碰到開會或是大家有辦活動 那不可能預期的 比方說我9點到11點 那不可能預期的就是剛剛好結束 那需要再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已經斷電了 因為由他們來控制的 所以說在這一部分就不是這麼的方便 那像碰到我們申請一個月的時候 那中間可能有幾天天氣比較涼 那你要去開嗎 那不是太浪費了 但是不開的話呢 又覺得我錢已經交給市政府了 那你也不可能退還給我 所以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浪費 所以說現在的話 就是說能夠建議用投幣式的 那你用多少你投多少 這樣子來講的話也比較方便 也能夠節約電 那剛剛提到我們那個 目前的活動中心它的冷氣使用規範是 我們用一個遠端的系統 它在大概之前變略了900多萬 做一個遠端控制的一個系統 等於讓民眾提出它使用需求的時候 可以也順便提到說它有沒有冷氣方面的一個需求狀況 那當然它只要在使用之前提出 假設它今天不用了 它也可以提出申請就是撤銷 那如果它如果有需要本來沒有申請 有需要的話 它也可以再提出申請 那或許有議員覺得說這方面它 如果在立即的使用之下 或許沒有那麼便利 那這點我們會來做一個檢討 看怎麼樣把這個系統 可以弄得更便敏的一個方式來做服務 對於活動中心不方便的感受 新竹市議員李國章也很有共鳴 他指出市民活動中心的管理辦法 當初是參考台北市的做法 新竹市來借借與參考 但相關的規定 還是要貼近新竹市民的運作方式 才能符合民眾需求 單單一個冷氣口 到現在還要用智慧化的一些設定 去管理它的繳費系統 但是我們在十幾年前 就裝了一個投幣式的 結果投幣式的東西的那個裝置 十年了還用不壞 那這些都是可以減省老人家 使用上困擾的一個辯明措施 所以我們在這邊特別要再呼籲 新竹市政府局域懷為止 台北市做得好的 在新竹市不見得推得動 也不見得是良善的政策 一定要懸來勒馬 能夠真正貼近我們新竹市的使用需求 和民意來做一個改變 我覺得是比較是一個貼心 政府應該有的作為 那剛才議員有提到 活動中心使用方式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我們講社福團體 一些設備的一些狀況 其實我們會依各活動中心的一個大小 但有些活動中心它有比較多的閒置空間 或是它空間比較大的時候 我們會盡量去配合這些常駐性的團體 讓他們比較常用的設備 可以比較減少他們今天搬移的一個過程 盡量給大家來做一個便利 那至於提到的一些比較小的活動中心的使用空間的話 我們也會來想辦法來幫大家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新竹市民政處指出市政府編列了900多萬元做冷氣遠端管理系統 至於民眾使用上不方便的感受 市政府會來檢討與改善 看看怎麼做才能減少不便 另外活動中心的使用也可以來討論如何減少常用設備的搬運 希望讓民眾有更好的使用感受 記者林彥斌 劉淑芬 新竹 採訪報導